就讓你工作更加順暢 尤其大型試算表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再怎麼高竿 函數再怎麼厲害也是沒有辦法很快的把 一件事情做完成 好了之後的話接下來的話函數部分 那函數 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 做完之後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再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 複製另外一個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建立副本 在後面移到最後面好了 這裡的話把它改一下這個先把它刪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想用那個函數的部分來做 那函數部分的話呢我們在那個 我們函數裡面有一個FV Future Value 就是 我們未來的價值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基本上 如果你即使沒用過沒關係 就把這一範圍刪掉 那其實快速刪除 你可以看Ctrl Shift 向右向下 像剛剛這邊我 我把它快速刪除 其實非常簡單嘛 你優先不要放在它的起點 Ctrl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如果你Ctrl向右的話 Ctrl向右它是到 鏡頭 對不對 如果你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hift就是選取 對不對 選取把向右的範圍選取 再向下的範圍選取 那這個範圍就整個選取 你再按Delete的鍵 就整個刪除掉了 那你移到上面的話 在Ctrl向上 這樣就回到原點這邊 那如果說我接下來 剛剛是九十八秒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也思考一下 在那個 各位可以先練習一下 在這邊把公式複製過來之後 改成函數 那這邊有個插入函數 全部裡面有個叫FV 我想這部分各位可以先練習看 FV 那這個函數 假設你完全沒使用過 也不用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我前面講過嘛 它後面都有參數 有沒有 總共會需要幾個參數呢 123 345 對不對 那這些呢 也有跟你說明 另外如果你不清楚也沒關係 函數說明 你把它按下去 它裡面也跟你講說怎麼使用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看得懂它相關說明 相關參數的話 其實無論哪一個函數 都會用 也就是說其實你們要學的應該 如果函數分應該是學 如何使用函數 而不是如何 去背什麼樣使用函數 因為反正 這麼多函數 你可以見招拆招 好 那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先 試試看 如果不用公式 用FV 怎麼把這個部分做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